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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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则是上届以无党籍身份首度参选 就拿下仁爱区最高票的佟志伟 除了家族背景最后 包括地方创生等政见愿景 也很获民众认同的他 这次以民进党籍争取连任 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候选人 二号同志伟 最近有很多分票的耳语 对志伟的选情有很大的影响 我相信这些耳语都不是民主的争议 有做事的人 选民自然有感受 有感动 拜托乡亲 疼惜志伟就不要分票 信赖志伟 坚定支持 二号同志伟 让有做事的人继续来为乡亲服务 三号则是现任民进党 金融市议会党团总召郑文婷 强调律师专业问证 及推动爱心冰箱等公益活动的他 希望继续获得选民认同支持 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 登记第三号郑文婷 过去四年我们提供免备法律咨询 服务超过两千人次 也创立了爱心冰箱 每周提供生鲜物资 总共服务给我们的弱势家庭 超过五千人次 另外去年疫情期间 我们也协助许多的摊商 申请纾困补助 未来我们希望继续与专业 来协助我们的详情 拜托三号三号郑文婷 拜托拜托 四号是国民党提名的 在地创业青年纪文权 希望以年轻人思维 为仁爱区注入新活力 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四号纪文权 仁爱区是基隆的市中心 更是我们基隆的命脉 这几年来我们的基隆 仁爱区人口老化 逐渐外移 民众叫苦连天 那我们这次希望 可以让我们的人爱区更新 翻转基隆 让我们的人爱区有心血 有年轻的力量加入 那未来请11月26号 请支持我们仁爱区市议员候选人 四号纪文权 五号则是争取七年霸的 国民党资深议员庄龙青 担任市议会审查会主席的庄龙青 对路面及交通号制等地方基层建设 也相当用心 各位亲爱的乡亲市团 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医院好专人 定期五号 五号的证人金 现在向我们的东北市团来报告 我在市医院进来 担除到我们仁爱区的行政中心 担除到肾脏使者中心定定 未来要针对我们基隆医疗量人的提升 要担除到我们医学中心 儿童专门医院定定 来照顾我们市民救医的管理 在这里继续拜托五号的证人金 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感谢再感谢 六号则是民众党提名 八年级深的李依晨 被外界昵称为麦当劳女孩的 她是政治素人 形象倾心主打空战 网路声量极高 大家好 我是台湾民众党仁爱区市医院 候选人六号李依晴 我所提出的证件 除了陆瓶水沟以及监视器之外 还有以下三个证件 第一个就是青年权益 协助青年就业以及创业 第二个就是加深在地青年 对于文化的认同 以及火化基隆美化基隆 第三个就是打造共荣性邮剧 让我们基隆迈向友善的 共荣共荣共荣城市 谢谢大家 六号李依晴 七号是同样争取七年霸 曾担任过议长的张芳立 在政坛上做人处事很获肯定 专注解决水沟通道路平等民生问题的他 基层实力同样强劲 各位乡亲市团大家好 我是定期第七号中方的 在这里和各位乡亲亲安门好 我身为林爱区的治疗员 我相信对林爱区的建设 多多我都要独却 我也希望市政府 可以把林爱区的道路 水高做得更舒适 让人落后不淹水 让人可以很顺势 乘搭车也不可以很好学 我相信这点我一定做得到 我最后希望大家给我支持 我是七号张芳立 由于仁爱区是传统选区 重能情味与在地人脉 对现任者较为有利 新人能否有所突破 将备受考验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黄金周三号 民进党技能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在六合停车场举办万人造势活动 包括了里长候选人 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 以及支持者几部现场 总统蔡英文及技能市长林又昌 现身相挺 呼吁选民拉票冲票支持蔡世英 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黄金周三号民进党机动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在六合停车场举办万人造势活动 各项表演吵乐现场气氛 蔡世英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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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长候选人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 以及支持者更是挤爆现场 现场播放林又昌市长执政八年来 改变基隆 让基隆人赢回光荣的各项政绩 林又昌呼吁大家支持蔡世英 让基隆继续进步 不要走回头路 他刚才说过我很烦恼 我也很不敢 我这本年来的烂的冲 这样拼 把基隆市的负债减少这么多 他现在黑白开政绩 请公关公司 开了很多的证件 但是这些证件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什么要装狗狗狗啦 狗狗狗狗会装我装就好啊 然后很多的这些政策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实践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一个力量 重新回到基隆 那我跟蔡世英两个人 在这六年一起携手合作 我们争取了非常多中央的一个建设的经费 跟计划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资源 来建设基隆 来改变基隆 未来 我也会牵着蔡世英的手 全力的给他支持 全力的给他协助 过去林又昌 来不及做到的事情 让蔡世英帮大家完成 好不好 让蔡世英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林又昌来不及完成的事情 让蔡世英来完成 好不好 好 总统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到场加油打气 肯定林又昌在基隆执政八年的成绩 强调他应该是来基隆最多次 最关心支持基隆建设的总统 同样呼吁大家要顾票 拉票 充票 让蔡世英接棒林又昌 延续基隆的光荣 我们基隆人不是没有给国民党机会过 国民党的候选人 当过三届的基隆立委 中央跟地方长达十多年的时间 都是国民党执政 结果十几年的执政 基隆却是停滞不前 施政埋入调查位 基隆的财政快要破产 基隆捷运的计划 前前后改了一堆版本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没有下文 直到林又昌成为市长 蔡世英当选立委 加上民进党中央执政 基隆的退步和停止 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 因为又昌和世英提出的建设计划 是以我们基隆市民的利益为优先 不是家族政治利益优先 大家说对不对 因为林又昌和蔡世英 用国际宏观的视野 用首都圈的视野 真正的建设自由 大家说对不对 对 现在他也提出一个很棒的计划 叫1200首都通的政策 县长知道这个政策了 请举手看看好吗 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政策很棒 是不是很棒 我觉得很棒 1200块吃到饱 北北鸡头我们可以自由行 是不是我们让市应当选市长 我们每个月只要1200台铁 公车国道客运捷运以及U-bike 一票就可以用到底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更强调 他把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奉献给基隆这块土地 如果这样不是基隆人 什么才叫基隆人 拜托支持者 催票拉票集中选票 让蔡世英顺利当选 我们希望基隆的进步 不可以走回头路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剩下六天 春六天 就是我们重要的选择的时刻了 过去U-商家市应的努力 市应在这段期间以来 提出了许多的公共政策 四大竞选主轴 相信很多人都看到 刚才总统也特别气适应 再次的背书首都通 一二零零的月票 为什么要提这个政策 因为我知道 基北北桃共同生活圈 通勤是重要的这件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有车子可以开 有许多人需要透过通勤的方式 到达他上班上课的地方 我的对手 提出解决通勤的方案 是送狗狗龙 我跟他不一样 我提的是首都圈 一二零零月票的方案 包括台铁 包括国道 包括公车 包括捷运 包括U-bike 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相信 推动交通平权 让基北北桃 共同生活圈 让基隆人在这里面 感到骄傲 不会觉得弱势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蔡世英也呼吁支持者 同样要支持 站在他背后 支持他的这群里长候选人 以及市议员候选人 让基隆队全部当选 全雷达 继续为基隆进步打拼 同样是选前最后一个礼拜的黄金周 前总统马英九 特敌到七度 陪同一号 国民党技能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到南新市场扫街败票 民众争相握手合照 非常受到欢迎 再加上国民党籍议长蔡旺连 武党籍市议员张耿辉 及亲民党籍市议员杨秀玉 不分党派 共同支持 绅士大长 力拼胜选 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黄金周前总统马英九 特立到七度 陪同一号 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到南新市场扫街败票 民众争相握手合照 非常受到欢迎 拍到照握到手的民众 都非常兴奋开心 握到手之后会很幸运 是是是 你觉得外传说 怎么握到手运气会不好 你觉得这个是乱说的吗 不会啊 不会啦 好温暖喔 好温暖 对对对 马前总统也展现亲民的一面 不断掏出钞票 拜票兼买菜 向好几摊摊商购买水果以及食物 不但摊商开心 到市场买菜的民众 特别是婆婆妈妈们 不断拿出手机拍照 或是要求和马英九 以及谢国良自拍 接着面好吗 来国良起来喔 一二三 好谢谢 好谢谢 对于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之前谈到和马英九的死亡之卧 之后也向马英九道歉 马英九说接受道歉不会介意 谢国良则主动和马英九来个胜利之卧 完全破除死亡之卧的留言 我在这边要恳求总统跟我握一下手 因为总统跟我握一下手 我们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就感觉胜利在望 所以我一定要跟总统来一个胜利之卧 总统支持一下国良吧 耶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胜利之卧 再加上国民党籍议长蔡旺廉 无党籍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亲民党籍市议员杨秀玉 不分党派共同支持下 谢国良身世大长 力拼胜选 谢国良 共赛 谢国良 共赛 国良共赛 谢国良 共赛 谢国良 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从前市长张通融开始规划构地 新建过程一波三折的基隆调和街转运站 11月18号正式启用了 这项是由基隆市政府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共同合作开发的转运站规划 有超过1000个汽车停车位 在海贺馆参观人数从40万大幅提升到220万的情况下 希望有效发挥使用功能 请用节 我们调和街转运站正式启用 在基隆市长李又昌 立法委员蔡思英 前市长张通融及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与多位市议员共同检采下 调和街转运站正式启用 这项为了疏解海洋科技博物馆开馆后所带来车潮 而规划了停车及转运服务区 由基隆市政府与海洋科技博物馆各处一半经费购入土地 不过兴建过程一波三折 包括遇到地质敏感区 土地属于新北市非都市计划区 周边还与地主产生纠纷造成拖延 不过今年6月成博会举办时 调和街转运站列入交通输运计划 证明发挥转运效果 加上海客馆一年观光人数 从40万人大幅提升到220万人次 因此转运站在这个时间点启用 让林佑昌直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们在海客馆周边 做了非常多配套的一个建设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望海巷的景观桥 以及从水晶酒所衔接进来的铁马驿道 还有包括现在整个朝靖公园的一个建设 朝靖湾的一个保育区的画设 甚至包括现在最夯的海客馆的这个探索馆 都受到民众的一个欢迎 所以在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的海客馆一年的观光的一个人次 大概只有40万人左右 不过现在已经大幅提升到221万 那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这个调和街转运站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现在完成刚好可以配合整个海客馆发展的一个使用 帮忙开过多场协调会的立法人蔡思寅也认为 调和街转运站启用是完成海客馆区发展的重要拼图 接下来他将针对沁阳原本计划新建水族馆的用地 检讨再利用 让海客园区成行以吸引新的产业进驻 庆阳海洋公司的那一块土地的案子 那目前这个案子正在法律的诉讼当中 我也再一次的责成 教育部以及海客馆进驻把它处理完毕 那未来是因为就那个地方 重新做检讨再利用 我希望让我们的海客园区能够成行 那海客园区的成行 除了寓教于乐的科学用途之外 我希望未来在这个周遭也能够有相关的产业 能够跟着进驻进来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 则期许位于东基隆的条河街转运站 不只解决观光油气需求 也能征批国道客运路线 提供通勤民众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有客运公司想要在这边 新批一条新的路线 国道客运路线 会连接着信义区然后到台北 毕竟我们全基隆的工作人口里面 有将近是11万人 是在新北台北上班的 所以像这样的通勤客运路线 对于东岸的基隆是迫切的需求 条河街转运站共设有 1052格小汽车停车位 及11席大客车停靠月台 还有一栋基本服务空间建筑 在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批建完成后 改由金融市政府交通处接手委外营运 未来将透过交通指引排面 及CMS资讯发布 引导开车游客到转运站停放车辆后 再乘坐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免费接驳车往返 以改善滨海公路及巴豆子地区的停车 与道路拥塞问题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基隆Let's Talk 打造基隆四大就业基地 串起北北基河谷狼带 基隆市长候选人 1号谢国良 一定实现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回托航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恳请支持 坚定信念 深耕基持 我是七赌七四一员候选人 5号张耿辉 耿辉无党无派无包 20多年来 顶持专业专职问证的精神 一步一脚步为您争取各项建设以福利 10月26日 张耿辉需要您集中选票 全力支持 您的每一票 是5号张耿辉继续漫进的最大动力 各位我们基隆仁爱区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好 登记第四号 纪文泉 纪文泉是在地创业青年 非常希望把基隆流失出去的青年朋友 找回基隆 大家一起来发展基隆 创业基隆 特别拜托仁爱区所有的好朋友 全力支持登记第四号 纪文泉 纪文泉感谢大家 韩国瑜拜托大家 从双北的1月80 扩正到基北北桃 首都圈生活月票 无论是捷运 客运 公车 台铁 跨运距更方便 价格更便宜 透过1200的一个专案 提升公共运输达成量 肯定宁悠昌票投蔡思逸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台湾的石斑鱼遭到中国禁止进口 行政院推出斑斑吃石斑的计划 补助基隆市政府1000万元 让国中小的营养午餐 明年1月前可以吃到4次石斑鱼 中午放饭时间 小朋友拿了餐盘排队打菜 看看营养午餐的菜色 除了有绿色蔬菜 还有这一道香味扑鼻的石斑鱼 金针石斑保留了鲜味 一咬下口 Q嫩弹牙 小朋友吃了好喜欢 应应中国禁止台湾石斑鱼输入 约束补助1000万元 让金融市56间学校28000名学生 在明年1月前可以吃到4次的石斑鱼 副市长林永发 在教育处长及产发处长的陪同下 特别到深美国小和小朋友来个午餐约会 一起享用石斑鱼 为了推广我们的食材 熔胆石斑鱼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也是我们吃鱼教育里面很重要的 刚才也有特别介绍过 在今年我们配合整个政策 我们让学生在这个学期能够有4次的熔胆石斑的一个家菜 那我们也希望学生们在吃鱼的时候 也能够了解鱼的生态习性 那希望他们吃得愉快 营养午餐里面有加一道这个石斑鱼 那这个石斑鱼相当的营养也健康 那我们展发处这边又配合教育处跟学校 那跟农委这边来做接洽 那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多吃我们在台湾当地产的石斑鱼 那吃当地吃在地 说让学生吃石斑鱼 深美国小还透过课程 让同学们了解石斑鱼的特性 把石鱼教育融入生活 让石鱼文化深耕校园 我们跟产发处一起合作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个学校都可以开始吃石斑鱼 从现在到学期结束 我们总共会有吃4次的石斑鱼 那在吃石斑鱼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设计一套菜单 那由营养师依照他们的需要 我们搭配料理的方式 然后我们来 让所有的学生能够享用 另外我们在食欲的部分呢 也搭配我们这次食材的部分 来一起进行食欲的教育 在烹调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做花了一些巧思 那我们透过烤箱的方式 让鱼肉的原味 能够透过烤箱的方式 让孩子吃到最美味的鱼的料理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每个月孩子在吃石斑鱼的时候 我们吃到 不仅是吃到不同样式的石斑鱼 那过程当中也能够更理解 整个尤其是汽油环海 怎么样去落实我们食欲教育的推动 跟大家能够珍惜这个环境 选在新洛城学校餐厅 举行午餐约会 同学们吃得津津有味 深福努力让银行午餐菜色 变得更丰富 要把小朋友养得头好壮壮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道 选前黄金周五号 无党籍基金融市长候选人黄熙贤 依照自己的选战步调 用苦习森的方式到各地拜票 特别是参与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的活动 亲自关心身心障碍的朋友们的需要及权益 选前黄金周蓝绿两大阵营 市长候选人邀请大咖陪同扫街拜票 或是办理万能造势大会 精锐进出营造慎选气势 而五号无党籍基金融市长候选人黄熙贤 依旧依照自己的选战步调 用苦行僧的方式到各地点扫街拜票 特别是到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 亲自关心身心障碍者朋友们的需要和权益问题 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陷入生活的困顿 在当时我有去采访过 我有去关怀过 可是在这个当下跟这个过程里面 可有人去关怀过 我们看到那个荣雅 就是听障的小朋友 听障的问题 在基隆也有很多听障协会 我们也曾经去关怀过 我们也在现场了解到 他们事实上他们需要关怀以外 还有一些互动各方面资源 需要人家支助他 所以对于基隆的落实团体 今天国际身兆日 那么展现出来的这个摊位也好 还有劳工部分 劳工的工会 还有劳资协调协会这些 就是整个我们基层的朋友 落实的朋友 我们怎么样去关怀照 我想这是一个执政的市长 市政要慢慢去设想 好好照顾他们的生活 这是我们要做的 黄熙贤表示 直接感受了解基层百姓的生活 以及需求最重要 他会坚持到选前最后一刻 争取选民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